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若爱 生活哪里都可爱 你若恨 生活哪里都可恨 你若成长 处处可成长 你若感恩 时时能感恩 不是世界选择了你 而是你选择了世界 晚上好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出自 风子凯先生的作品 《赫然开朗》 今晚和大家分享一篇 刘若英的文章 得体 是一生最高的境界 每年秋天一到 祖母总是提醒我 该上山看祖父了 祖父的生日是祖母最重视的日子 即使祖父离开我们 已经有十二年了 我自两岁父母离异之后 便和祖父母同住 我当他们是我的父母 老人家也更甚疼爱儿女般地 照顾着我 上山的路七回八转 祖母和我在这路途当中 总会说说聊聊这一年的事 也掺杂些祖父的小趣事 和我小时候的糗事 他通常记忆力惊人 说起细节 令人如历历在目 但今年情况有意 同一句话 他竟反反复复地说了八次 老人家走到这一处 也是自然规律 不能怨天尤人 他这辈子已经够顺心的了 我惆怅的不只是他的身体 更多是我想到 他一定不愿意自己 有失态的一天 祖父十八岁结的婚 当时他是校花 祖父是校长 这种结合 即便现在看来 也颇为先进 当时有人不看好 这段乱世姻缘 觉得南方身为 中正学校的校长 又在前线打仗 变数太大 但一谎言 他们一起过了六十年了 很多人以为 将军的夫人 茶来伸手 饭来张口 祖母这辈子吃饭喝茶 的确无忧 但是并没少干活 他干的不是体力活 而是得拼命做到 得体二字 祖父是君子 家里帮忙的人 都是服役或退役的男丁 可能正因如此 祖母在家中永远形象端正 只要出了卧房门 他永远是一身 起整的旗袍丝袜 这规矩 不止适用于他自己 一家人都得遵从 我听说母亲怀孕期间 身子一天天的臃肿 旗袍领口 却不敢宽松 最后干脆躲进厕所 假装拉肚子 只为可以坐在马桶上 将领子松开 好好地看本武侠小说 祖母对祖父的照顾 也是有讲究的 祖父长期在书房写作 祖母有事 执一纸条传进门缝 祖父爱吃葡萄 祖母总是亲手剥好皮 用牙签将籽 仔细地挑出 然后装进水晶碗 放进冰箱十分钟 再端给祖父 他说这样 葡萄外凉内软 最具风味 祖父偶有应酬 祖母总在出门前 备上一小碗鸡汤面 以抵挡酒对味的伤害 而祖父回家 稀饭也已就位 这是以防万一 应酬让人食不知味 祖父可以果腹的 亲友婚丧喜庆 祖父需要置上书法匾额 祖母会在帐子上 用铅笔画好下笔的间距 这工作听起来不难 但有次祖母出国 我吵着要承包着工作 结果祖父写完之后 怒不可遏 因为我画得叉叉 画得不匀 祖父的字就忽大忽小的 得体不只需要教养和决心 有时是细致的操作 家里常要请客吃饭 客人一上桌 会先上热毛巾敬手 免得大家来回洗手间 吃到第四道菜上个冷毛巾 吃完汤再上个热毛巾去油 这时该完了吧 不 上个热茶再来一条冷毛巾 让人清爽 准备吃水果和甜品 光从这冷热毛巾的讲究 就可想而知其他的待客细节了 他说 朋友来家里吃饭 是对我们的认同和尊重 我们应该抱以全心 厨子我们家有 但女主人通常坚持自己下厨 做上几样招牌菜 这是对客人的敬意 她的本事是一切进行的 有条不紊 算好时间出了厨房 还能梳洗一番再上桌 菜没凉 头发也没散 这一点我至今都是学不会的 这些说的是内政工作 还有外交国防方面的礼数 一次 某位长辈的丧礼 祖母先到了 进门后恰巧听见 祖父一同学 跟人说起则知 这是祖父的字 说她的脾气太强了 祖母听到 立刻在说者的身后 拍了拍她的肩膀 那人傻了 祖母不疾不许 哈 我们家先生的确有缺点 但身为同学 您该当面提醒 而不是背后议论呀 这不算是惊心动魄 家中的电话 一般在晚上十点半之后 就没有声息了 有天半夜一点多 电话竟然响了起来 祖母在她床头接起 我也同时在我的卧房接起 那一头是女人的声音 提了祖父的名字 说三道四 摆明是破坏家庭来的 祖母听完 只客气地说 刘家有刘家的规矩 现在时间太晚 有什么事 请您明天再打来 我直觉不妙 摸黑进了祖母的房间 钻进了她的被窝 她却一点没事 和往常一样 就着床头昏黄的灯光 看着她最爱的翻译小说 对我说 回房睡去吧 别影响了明天去上学 据说 这女子再也没有打来 家中继续着平静的生活 但这样的祖母 会不会得体得太像打仗了 可能是有点 但更多的是优雅 优雅之中 还有幽默 小时候 一有什么事不顺心 我总是爱嚷嚷 啊 我要死了 祖母就叫一句 盈盈啊 我本能地回 什么事 她就笑着说 哎呀 你不是死了吗 怎么还会说话呀 常常在晚饭之后 她牵着我散步 我们会一起唱歌 她唱英文老歌 我唱儿歌 祖父有时也凑上一脚 但唱来唱去 只有一首 黄浦军校的笑歌 祖母还是百听不厌 这种生活情趣 其实伴随着一种 坚定的信念 她说 自己一辈子 能为这个男人付出一切 是种 是种骄傲 祖父临终 祖母用自己满是皱纹的手 摸着祖父的白发说 安心去 安心去吧 家里交给我了 祖父合上眼的刹那 儿孙全都哭着跪下 祖母却依然挺着 别吵她 要让她安静 安心地走 淡淡一句 就像她在她男人书房门缝下 又轻轻地塞进了最后的一张字条 祖父走后 祖母八十岁生日 我们决定替她好好地庆贺一下 也希望减轻她痛失伴侣的伤 我问她要什么生日礼物 她说 我与你祖父一起书画了一辈子 可否结集成书 分赠亲友留念 再来的一整个月 她无数次往返出版印刷厂 亲自叫稿选址 看打样 这大概是一种自我治疗 也是生化吧 祖父离世不到几年 政府将宿舍收回 旧木头大宅子 换成了一间小公寓 祖母决定一人搬进去 家中帮手一个都不带了 她说 独身女人家跟男人同住一屋 不方便 我安慰跟她说 你一辈子出房门都得穿戴整齐 这下子你可有机会穿睡衣 坐坐客厅了吧 两个星期之后 她打电话跟我说 一个人住 真是不错呀 以前吃饭时间不想吃 但总想着 我不吃其他人可怎么办 现在可好了 早饭可以九点吃 午饭呢 可以三点吃 昨天 我竟然在沙发上 看电视剧睡着了 可真是惬意呀 但今年 突然之间 她就老了 得体和教养 是管不住年龄的 几次跟我打电话 她重复话题的间距 越来越短 一日 我开车带她去下午茶 十五分钟的车程 她说她身上的新衣服 在哪儿买的 说了五次 吃完下午茶的时候 她抱怨 我没替她点冰淇淋 但是 她刚吃完的空碗 正放在她的面前 我带她去做各项检查 最后发现 她的大脑开始萎缩 也就是所谓的 阿尔兹海默症 医生说 这对一个年近九十岁的人来说 也算正常 只不过 因身体行为能力太好 她自己意识不到有问题 会自主行动 这反而会增加意外的危险 我当时正在做演唱会的巡回 分身乏数 我多次和她商量 一定要找看护 最终她答应 说是为了让我安心 即使记忆意义力大幅地衰退 还是她提醒我 该上山探望祖父了 她如常上完香 跟祖父寒暄几句 请祖父多多保佑晚辈 之后 开始得体地 跟隔壁的墓地主人 跟隔壁的墓地主人上香 嘴里念念有词 我家先生 有你们这些同学做邻居 想必是不孤单的 她呀 脾气不好 你们呢 多多担待 有劳大家了 偶尔 我看到她衬身上的扭扣扣错了 见她穿了两只不同的鞋子出门 我会笑她 哎呀 你也有这一天呀 她会回我句 你也会有这一天的 看看那时 谁帮你 我知道 她是为我独身担心 还是非常尖锐 得体地尖锐 我当没听见 替她整好衣物 我想起 曾有一个漫画 这样简单地描绘着 当我们小的时候 父母 替我们穿鞋 穿衣 为我们吃饭 带我们去公园 都是满脸笑容 终于有一天 他们年纪大了 该是我们 替他们 穿衣 穿鞋 带他们去公园 我 我尚且会提醒自己 脸上 总要带上笑容 心中满是欢喜 这很重要 因为唯有如此 才是一切 得体皆宜 这是祖母 教给我的 教给我的 每天 每天 想一遍 念一遍 写一遍 从前 多少年 走过风 走过雪 走过了思念 一颗心 一只冷 一只温 一只的降温 心上人 有情人 无情人 哪一个人 哪一天 再见面 再谈天 再回到起点 这些年 一点点 一滴滴 一滴滴的惆怅 这颗心 还在等 还在问 还在想 怎么可能 就这样 就这样 你却不再回头 白茫茫的大地 爱用的又就是足迹 世许多多的 无奈重重叠叠的 被爱恍恍惚惚 看不到 未来 心中千年万语 似不仅在一封心里 仓促的年代 多少遗憾没记载 离不开 离不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年 这些年 一点点 一点点 一滴滴 一滴滴的惆怅 这颗心 还在等 还在问 还在想 怎么可能 就这样 就这样 你却不再回头 爱茫茫茫的大地 还有没有就是自己 世许多多的 无奈重重叠叠的 被爱恍恍惚惚 看不到 未来 心中千年万语 索不尽在一封心里 唐错的年代 多少遗憾没记载 离不开 回不来 心中千年万语 恶茫茫 不尽在一封心里 藏错的年代 多少遗憾没记载 离不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